财政部昨天公布今年的年度基本生活费是21万元 比起去年多了8000元 预估将为208万户的家庭减少26亿元的税务支出 而不只如此 明年减税是双利多 因为依照新收正的所得税法 今年的免税额从9.2万元提高到9.7万元 标准扣除额提高到13.1万元 有配偶者还享有更高的扣除额26.2万元 而薪资所得与身账特别扣除额 都从20.7万元提高到了21.8万元 另外为了照顾租屋租金扣除额 从列举改为特别扣除额18万元 也为了鼓励生育 又将幼儿的学前扣除额 从12万元调整为第一胎15万元 第二胎则是22.5万元 如果民众申报所得额低于基本生活费用的标准 则可根据特定的公式来增加减除差额 确保权益不会受到损害 有会计师就指令呢 对于一个有两名大学子女的双薪家庭而言 其税额可因保障基本生活费的免税 省下大约6500元 整体来说 这个税务的制度呢 将为纳税人带来将近243亿元的减税效益